人叫小孩但这个下手实在太重了 在云林这名父亲怀疑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偷钱 竟然当街打小孩 把儿子打着鼻青脸肿 那么就连想要拉开父亲的女儿也被推倒在地 不管旁边人怎么劝 他就是不停手 对两个亲生孩子又踹又打 横腹打儿才国小三年级的小男童 挺着瘦小身材站在路上 眼睛众生凶猫眼 嘴唇也被打肿 脸上通通是伤痕 只因为被怀疑偷钱 爸爸竟然当街把小孩打得逼青脸肿 还有这一名小女童跌坐在地 一名妇人不忍心冲上前将她搂在怀里 怎么会打人 其因就在这个早餐店 当时这名父亲要买早餐却找不到零钱 怀疑是小三儿子偷的 但儿子说没有 不禁不相信 一股气上来对儿子又是打头又是狠踹 女儿挡着旁人劝架 男子还是不停手 只说孩子不受教 不打不行 打人的就是他 这名穿着轻便服装的父亲 多年前离婚 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在庙前广场失控 对儿女又踹又打 还向警方辩称 只是拿树枝打 还有脚踢屁股管教孩子 不过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一双儿女被打成熊猫眼 虽然只是一时的情绪失控 但社会处已经介入 这名爸爸得上亲职课程 学习什么才是适当管教 专顺江戴景云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